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喝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uki姐姐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给大家带来我们这个Cosmos儿童科乐多 手工DIY制作出来非常棒的这个植物的小套装的第六个更新视频 希望你能够喜欢 如果想看到其他的这个视频的话呢 可以就是直接搜索我们这个神奇的豌豆套装 然后就会看到我们的12345啦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豌豆呢现在是往上涨 而且涨的是非常的健康 我们在这个旁边给它的这个小墙 然后给它插上纸板了之后呢 就没有阳光能够透过过来 这样的话呢就会促使我们的小豌豆 通过它这个嫩芽向上涨 并且呢是这种重现一个S型的这个方向涨 然后是按照我们想让它涨的这个方向就涨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如果你想让它从旁边侧边的给它长出来的话呢 只需要把它这个侧边的挡板给它取下来 这样的话呢它就会伸出来 然后往上或者是往旁边长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个小的豌豆呢 是有一点点的发干 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就在于我们这个土壤 它这个小盒子呢不是特别的能够控水 或者是能够特别能够吸水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水浇下去了之后 我们的土呢就是没有办法能够保留到大部分的水分 直接导致了我们的小的豌豆芽 是没有足够的水能够喝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豌豆芽就容易湿水 湿水过多的话呢它就会发干 然后会让它的叶子呢是慢慢的枯萎 我们这边还有另外一棵 我们在里面呢是种了两棵 两棵呢呈现的是同样的一个症状 我觉得之前呢已经是做了很多个这样的一个实验 就是让我们这豌豆呢 想让它尽量的在我们的这个土壤当中生长起来 但是之前的很多次呢基本上都已经是失败了 这要求原因我想了很多 然后我终于觉得是可能是它这个土的问题 所以呢就是直接导致了它这个土 没有办法很好的控水 让我们的豌豆吸收到非常多的一个水分 好了希望你能够喜欢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订阅点赞和留言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为大家介绍更多更好玩的 DIY的水光套装视频 希望你能够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